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Sabrina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红利投行的Sky Sky你好 Sky想请问你 今年以来虽然金融市场非常的波动 但不少投资人对科技产业还是非常有兴趣 但科技产业这么多 什么样的产业是未来比较具有成长趋势的呢 谢谢Sabrina 科技产业的确非常热门 所以其实也有不少投资人关心 如果还要根据科技产业 到底哪里还有长期成长的空间呢 其实我们每天从生活上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现在40%都很习惯在网路上购物 还有天气这么热 假日都宁愿带大家去看所谓的影音串流平台 像是Netflix来追剧 还有现在家里面如果要买车 其实不用买很高价的进口车 一般家庭能够负担着骑的房车或是休旅车 其实都配备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 日常生活中在体验的数位生活 那你想想看 未来数位生活其实会越来越进步 如果就长期成长的角度来看 数位发展其实是科技产业中最有成长潜力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单字来说就是LEAD 领先的意思 L指的是logistics 是新型态物流 那E指的是e-commerce 新型态电商 AE 的话是automation 自动化 以及最后的D 就是指的是所谓的denta center 的数据中心 这四块是我们认为未来最有长期成长潜力的一些科技领域 刚刚Sky 提到的LEAD LEAD 这四个领域 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背后的产业趋势 好的 我先来说说物流L跟电商E 这两个部分 两年多的疫情已经改变大家的消费习惯 加速电商每年以超过10%的复合成长率来成长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 物流业者必须持续的扩张还有升级 这也代表支撑这些物流业发展背后的这些数位基础设施 也必须不断的进化 例如像仓储这类工业化的不动产 包括不动产 也就是仓储建筑物本身 还有其仓储的管理 服务跟开发等都非常的重要 另外电商发展要再进化 那它的网路强度就很重要 毕竟如果大家没有够强的网路 透过手机或是电脑网购就会觉得很卡 那这也代表着5G发展的成长潜力 还有它背后的电信服务 通讯整合 还有支撑网路讯号强度最重要的通讯电塔 就变得非常重要 的确在我们享受越来越进步的数位生活 那代表背后支撑这些数位生活发展的根基 像刚刚Sky提到的这些数位基础发展设施 例如通讯电塔还有新型态的物流仓储 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那有哪些投资途径呢 是跟这些数位基础设施是有关联的呢 大家可能平常不会特别想到 像有些新型态的物流仓储 其不动产本身跟仓储的管理及开发等等 都有一些投资机会 例如以REITS的形态来投资这些工业化的物件 甚至通讯电塔 这类REITS呢 它不但有这些物件产生出来的租金收益 而且因为长期都有需求 物件本身也会有增值空间 当然也有一些它的相关企业 也都有发行所谓的股票和债券 但重点是怎么挑选有潜力 而且适合的标的 我们呢 这次是跟全球不动产及基础建设专家 Bruckfield 合作 委由他们帮忙管理这档基金 Bruckfield 连续5年 蝉联富比市杂志 评选全球前2000大企业中 不动产行业的首位 也是基础建设的投资专家 大家要知道 在一些基础建设 或是一些基础设施的领域 投资的门槛比较高 需要很专精的研究 以及实地的仿常经验 才可能判断得出 具有价值的标的 而且要在这些领域中 还要挑选 跟数位发展有关的 这难度就更高了 这就必须要资源丰富 以及经验老到的 资产管理业者 才有办法做得到 那分析完LEAD中的L跟E 接下来我们想请SKY 帮我们分析另外两个领域 Automation 自动化 跟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的未来发展 讲到自动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 我们最近常听到 很多朋友买车 这个都有自驾的功能 而且都不是那种 很贵的进口车 就是一般民众 也都负担着骑的 休旅车之类的 它都有自驾的功能 我想这种配备的车子 只会越来越普及 以后不用担心 开车技术不够好 未来可能 我想路边停车 都可能会有自动功能 另外谈到所谓的Data Center 这个D的部分 也就是数据中心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疫情这两年多来 很多会议都改成线上讨论 而且还有线上追剧 看电影 这已经变成是 像是我们每天的 生活基本配备 我记得几年前 Netflix刚在台湾发展的时候 我们还在想说 这种每个月收费的 这种串流影音 到底能不能做得起来 可是已经没想到 它现在已经是 大部分人的生活的 一个标准配备 前面提到的5G跟自动化的发展 都会回头增加对相关 通讯设施的需求 也会促使无线数据 跟基地台的建置 还有发展的需求 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些 线上会议跟影音串流平台 也代表着支撑这些所谓 云端储存 以及运作的数据中心 它的需求会非常的大 小到个人的云端硬碟 大到企业的数位资料 储存空间 那同时也代表着这些 数位网络业者 网通业者 还有负责数据中心 营运跟开发的 多元不动产业者 他们未来的营运 就会有很强期的需求 作为支撑 那这类产业呢 跟前面提到 所谓的新型态物流 还有电商是一样的 它都可以透过工业化 或是多元的REITs 以及相关产业的股票 或是债券 来分享它 长期成长的机会 所以统合来说 在我们享受数位生活之余 这些背后的数位基础设施 是投资人 可以考虑的投资机会 一方面 在花钱享受数位生活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投资 把投资在这些数位生活的成本 弥补一些回来 而且现在全球的产金趋势 也都朝这个方向走 像是美国欧洲甚至中国 不约而同的在近几年 都编制非常大的预算 来发展各自的数位基础建设 及升级数位设施 还有全球有越来越多的资产管理业者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在不同的基础建设中 都选择将数位基础设施 列为加码对象 包括数据处理设备 跟通讯网络设施等等 那么这些必要的数位基础设施 就代表其具备长期发展 及成长的机会 不过现在市场这么波动 我们该如何参与 这样的投资机会呢 目前这个全新的数位策略 它不但投资目标聚焦在 数位基础设施 而且刚刚提到的 LEED的领域都会兼顾参与 再加上我们发现过往的一些 投资在数位基础设施 相关的相关资产时 REIT的绩效表现大多数的时间 其实优于传统股票 也因此 我们这个全新的投资策略 在股权的部分 将会是以REIT为主 那股票为辅的一个配置 不只能参与数位基础设施的机会 同时还能够透过持有REIT 享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那特别要提到的是 对于一些担心波动大的 投资人来说 这个全新的策略 也会布局在债券的这个部位 那这个部位的话 大概是六成 那搭配REIT及股票等 多重资产的配置 可以让大家在一个波动 比较大的市场 用相对平衡以及多元的方式 参与科技发展的浪潮 谢谢Sky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以上的内容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扫描QR Code 加入国泰市华银行官方LINE帐号 第一手理财资讯及优惠活动 精彩不露阶